日前我们为您报道呢 这个民众党的文宣部主任 柯玉安才刚刚请辞 现在却被踢爆呢 他的手上有五组账号 整天在PTT上面发文带风向 甚至还攻击自家人 学姐黄敬宁啊 那么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呢 有没有党内互斗他不敢说 但反倒要柯玉安自己出来 解决自己的问题 但是却被民进党议员讽刺了 遭到网军是自己人就不用茶吗 根本羞耻力没极限 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水灯节活动 玩得很开心 似乎没被柯师傅内斗 和网军传言影响到 听到敏感问题尴尬苦笑 毕竟爱将柯玉安才被爆出 疑似利用多个PTT账号攻击阵滴 甚至还打击自家人学姐黄敬宁 都还是谣言 那我跟他其实这几次这几天才刚吃过饭而已 所以其实感情都还是一样 党内有没有互斗 这个我倒不敢讲 反正给他他的问题他要回答 网军争议烧到自己人 柯文哲干脆把球再丢回去 民进党议员也趁机酸了一下 完全挥出刺猿刀切割自己的责任 但柯文哲日前不是才要一人一信查网军吗 不敢面对柯玉安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柯玉安有党政 所以就不查不下去吗 这不是双标吗 减苏培有 有火持杯吗 面对减苏培的火力全开 柯文哲一改直球对决 左闪右闪 中间有什么玄机 反倒让人更加好奇 记得廖凯胜李建宏采访报道